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脸的笑意 手还比了一个微的姿势 我爹坐在沙发上 好半天没有缓过劲来 明明外面艳阳高照 但我总有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 各种情绪在我的心里冲撞 是愤怒 委屈 痛苦 难过 我想要立刻找到罗健 与他对峙 跟他吵 跟他闹 要让他说清楚 但考虑了很久 我只是不动声色地把手机放了回去 女儿马上要小声出 女儿所在小学对口的中学很差劲 我削尖了脑袋 想要把他送进一所私立的学校 为此孩子每天放学后 我都忙着送他去各种的补习班 而且女儿的性格很敏感 平日里我跟他爸爸争吵几句 他都会很不开心 想着发的让我们和好 我怕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了会影响他的学习和心情 也许你们会问 不就是一张合影吗 怎么就断定罗健出轨了呢 凭借我对他的了解 他在一家三甲医院当医生 平时性格内敛 不苟言笑 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平时跟女同事 女患者都是保持着距离 可以说他一个异性朋友都没有 这样的罗健会和一个女人玩自拍 那得是多亲密的关系啊 那天晚上罗健回来得很早 他到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带着女儿去上奥数补习班了 时间很紧 我都是在家把饭菜做好 放在保温饭盒里 等他中途休息的那会儿 让他吃晚饭 女儿的成绩很好 我对他抱有很大的期许 这么多年 每年的寒暑假 我都是提前把孩子的功课学一遍 再给他讲一遍 等他开学 老师讲新的知识的时候 就是复习了 每次考试卷子 我都会认真的看 遇到我不懂的题 就去查资料问人 非要弄得透彻了 才去教女儿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用心的妈妈 对老公呢 他工作很忙 所以家务是不用他做的 孩子也不用他管的 里里外外的事情我一手打理 我觉得不要他操心 就是对他最大的好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罗剑回报我的却是背叛 我去过罗剑的医院 知道他合影的女人是他们医院的护士 他刚大学毕业不久 长得挺清秀的 一双眼睛像寒了光 轻壁透彻 他站在不远的地方和我对视了眼 就别传面孔地逃了 我站在办公室的门口看罗剑 他正在给病人分析病情 他专业 严谨 简单利落 旁边的人都是一脸信服地望着他 罗剑比我小半岁 但他注意锻炼 又会打扮 人到四十却比年轻时更有魅力 我呢 每天过得忙忙碌碌 操心一堆的事情 也没有时间倒腾自己 看上去挺憔悴的 那段时间我去医院的次数多了 罗剑直接问我 你怎么总去医院 注意点影响 嫌我给你丢脸了 我质问他 他没好气地说 你要怎么想是你的事 我只要一留意就知道他有很多问题 他说跟同事换班了 其实没有 他说有个学术研讨 要留宿在外面 其实也没有 他说同学来了 要应酬 其实也没有 以前我忙 他不回来我也无所谓 但现在他一说不回来 我就怒火中烧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下来的 有时候做饭突然听到女儿跟我讲话 我才知道原来我在流泪 我的情绪压抑到我快要崩溃了 我不止一次地想要跟罗剑撕破脸 但转念想到是女儿升学的关键起 我只能把痛苦咬碎了和血吞下去 女儿如愿考上了理想的中学 我不想他住校 决定到学校附近租房子陪读 我跟罗剑说 他不同意 他说每天上下班高峰期 关山大道那条路啊 堵得是水泄不通 他不想搞得那么辛苦 他甚至说 女儿究竟上学就好 不用那么折腾了 我真是气急败坏 他还是个爸爸吗 对我不好就算了 对女儿还能这么自私 怎么不为女儿的前途着想 而只考虑自己是否方便 有天晚上跟闺蜜吃饭的时候喝了点酒 我把罗剑的事情他说了 借着酒意加上闺蜜的陪伴 我气势汹汹地冲到了罗剑的办公室 在他休息间撞破了在一起的罗剑和那个女护士 他们虽然只在房间里说话 但这么晚 孤男寡女的 不是有问题 又是什么 我的大吵大闹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 罗剑气得是面红耳赤 拽着我回家 而那个女护士早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这一闹 终于把伪装的幸福给撕开了 我痛斥罗剑的背叛 提出要跟他离婚 要他净身出户 罗剑不同意离婚 但也绝不服转 只是说 我去医院这样闹是毁了他 从那天开始我和罗剑开始分居 我跟女儿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 罗剑住在家里 我们很少碰面 女儿偶尔问起他爸 他就说他在忙 后来有段时间我联系不上罗剑 找到医院去问才知道 罗剑已经辞职 去外地一个市级医院了 那个叫胡坚的女护士也辞职了 女儿越来越大 他懂事听话 有一次他问我 是不是跟他爸离婚了 因为他很久没有见到爸爸了 但他说 妈 你们大人的事我不管 你要是觉得不幸福 跟爸爸分开 我也是支持他 我抱着女儿痛哭了一场 我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他爸的坏话 我总是用各种的谎言去淌塞他 说他爸工作太忙了 时间总是不凑巧 但这一年多 他怎能察觉不出家里的变化呢 我总是当着他的面强颜欢笑 私下底却是整晚的睡不着觉 泪流满面 我恨罗剑 也恨那个小三 他长得也挺好 资深条件也不差 何苦就抢别人的老公呢 我本来想拖着罗剑 等他忍不住了来找我谈离婚 但现在我迫切地想要找到他 希望跟他离婚 从这段乱糟糟的婚姻里解脱出来 说实话我也曾后悔去医院闹那一场 我有时候想 如果我忍忍 也许罗剑玩够了 就自己回归家庭了呢 我这一闹让他在医院多难堪呢 现在都四十岁了 还要背井离乡去外地重新开始 反反复复的纠结中 女儿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也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婚 但为了女儿我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我让我们共同的朋友转告罗剑 让他回来与我办理离婚手续 一天半晚我提着一兜菜 刚跨出电梯时 就看到了立在门口的罗剑 大半年没有看见 我想他是回来跟我离婚的 没想到他一进门 就扑通一声跪下了 他伤泪俱下地表示知道错了 他这一次回来是希望我原谅他 想和我重新开始 我一时之间气愤难当 对着他是又打又骂 而他默默承受着 只是说自己后悔了 原来他从医院辞职 是另一家医院给他开了很好的条件 他以为凭借着他的技术 在那家医院也会受到重用 但是没有想到那边的人是复杂 他在那边也是郁郁不得志 胡娟辞职后没有再上班 他们两个人同居了一段时间 因为总是吵架就分手了 他一再地表示知道错了 会用下半生来弥补 看着他发丝里的白头发 我有些动容 曾经的他是风光无限 现在竟然也落魄到这种地步 离婚的决心开始动摇 我想女儿也会希望看到我们一家团聚吧 我跟罗健说 给我时间考虑 但这段时间 我还是希望他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罗健同意了 我想知道罗健是否真的和胡娟一刀两断了 我通过熟人 从医院的人事档案里找来了他的家庭住址 在一个周末把女儿托付给闺蜜后 就开车去他的老家了 一路开了八个小时 我才找到了胡娟所住的小镇 但不巧的是他不在家 我去向邻居打听 邻居告诉我胡娟在县城买了房 因为怀孕 他母亲也去县城里照顾他了 我心里一正 没想到胡娟怀孕了 如果他怀孕 那罗健怎么还会来找我和好呢 邻居看了我手里的照片 确认罗健就是他们口中的胡娟的老公 他们说胡娟找了省城的一个大医生 前不久他们还办了婚礼 流水席办了四十桌 非常的风光 我越听越心寒 罗健都已经跟别的女人举行婚礼了 他又怎么会对我 说他们已经分手了呢 我悄悄地拍下了胡娟家的照片 又通过邻居 给我的小区地址 找到了在县城的胡娟 他的孕度已经很明显了 他走得慢腾腾的 一手还轻轻地扶着肚子 一副要做妈妈的幸福模样 想想多年前我为罗娟怀孕的时候 也是这么满心的欢喜 怀孕的初期我去医院检查黄体同低 罗健连我弯腰都不许 每天都提醒我走路慢一点 那个时候我们相亲相爱 没想到这么深的感情 有一天也会说变就变 我没有找胡娟闹 虽然我恨透了他 但教养和理性让我知道 就算是打他一顿 也毫无意义 我回去后就找到了罗健 要他必须马上立刻地 去跟我办离婚手续 他还在撒谎 说他已经跟胡娟分手了 我斥责他说谎 说他明明刚跟胡娟举行了婚礼 怎么又来分手一说呢 他还要抵赖 我说那好 我相信你们分手了 但我也不会跟你和好 因为你对我的伤害让我过不去 我不想每天都在原谅和不原谅中徘徊 也不想在和好和不和好之间纠缠 我怕罗健在一走了之 不肯办离婚手续 就跟他说 如果他不同意 我就去法院起诉他 到时候他现在工作的医院 也会知道他的丑事了 罗健扑通的一声再一次跪下了 他这才哭着说 他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 重新开始太难了 让我能够把我们的两套房子 分一套给他 他还说 胡娟怀孕后才发现 得了血小板减少症 这种病生孩子很危险 后期要花费不少的钱 我终于醍醐灌顶 原来罗健找我求和 并不是因为他和胡娟分手了 而是因为他缺钱 他想要跟我和好 转移资产 然后再去找胡娟 家里的两套房 确实大部分是罗健正下的 房产证上也有他的名字 但我之前一直以他是过错方为由 坚持让他净身出户 所以他才躲着 不肯跟我办离婚手续 但现在他的另一个孩子要出生了 他需要房子需要钱 才回来 框我要和我好 一想到罗健的baby用心 我一点也不同情他 他现在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没有房没有钱 那也是他自己找的 我对罗健正色道 如果你现在愿意跟我离婚 我给你十万元 如果你还要拖着不同意 那我就去法院 告你重婚 重婚是要坐牢的 而证据 我想也不难找 我看着罗健的脸 变得煞白 他微微颤抖着唇 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过了许久 他才轻轻地说出了一句 那好吧 我曾经以为我这一辈子 结婚了就一定不会离婚 就是和那个人携手相伴地走一生 但是当我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 与其在不幸福的婚姻中挣扎 不如干干脆脆地结束掉 因为我不想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我还值得去拥有幸福和平静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